一连三天在花莲鲤鱼毯举办的国际竞技龙洲赛 有99支队伍、1500位的选手骑去花莲 在鲤鱼毯上进行了200公尺到2000公尺的竞技龙洲比赛 现场徐正蔚他欢迎大家再度来到花莲 在鲤鱼毯参加竞技龙洲竞赛 也可以在这片美丽的湖光山社中进行的享受比赛乐趣 花莲2020太平洋国际龙洲赛 现场徐正蔚表示 这次赛事从11月20、21、22号三天时间都在鲤鱼毯风景区热闹登场 现场表示 花莲的龙洲队伍去年在雅锦赛中得到世界冠军之后 也让许多龙洲爱好者更踊跃参加第四届的运动赛事 同时藉由运动赛事举办为花莲带来的许多旅游商机 真的要感谢我们全国 依旧在这个疫情 这个风风火火 但是在疫情不影响之下 我们依旧把太平洋龙洲赛 把他今天来开幕 尤其是原来三月份要主持 要这个比赛一共有220队 来自于国际的选手 而疫情开始还没有解封的时候 到现在我们今天是99队 而是全国所有的龙洲好手一起齐聚花莲 在这么漂亮的花东重谷一个鲤鱼潭上 我们龙洲竞技 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享受 而且非常宜人的两天的活动赛事 欢迎大家也祝福大家比的开心 比的安全比的愉快 在这里灰汗洒雨的时候 灰汗洒下我们很多很多汗水的时候 得到最好的成绩 祝福大家 谢谢 99支队伍来到花莲参加比赛 赛事精彩可取 县长徐中卫表示 花莲县政府这两年 努力推动运动观光休闲 吸引更多国内外好手到花莲参赛 借由运动及观光带动整体的地方 能够与时俱进 希望来到花莲的选手 还有游客们尽情体验花莲的魅力 及花莲丰富多元的人文风情 借林杰寿风箱报道